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7月15日 最近何君堯說挖他山墳那個 我不知道啦,他劍指朱凱迪 但是進去那條村的人一定是圍頭人 之前很多人都發了一張照片 你一定要經過這條村的,這陣子風頭火勢誰進去 就算你真的進去,你經過這條村,每個人都知道 那張照片有三個字,叫聖火字 還有那個官黑勾結 何君堯屬於官? 隨便吧,官至兩個口 可能是 上一集,大家看過的就是何君堯 有一段錄音 那段錄音好像是有個引聲給何君堯 就說他不賺錢,這樣那樣 這個其實早一個星期我已經說定了 你這樣做的時候 很容易叫做引火自焚 但是其中有一個版本呢 哇,真是羅生雲 可以說三角演義那樣 大家可以想想想 總之,黑幫的勢力是非常複雜的 那你要做判頭 對呀,判頭 你知道什麼叫判頭 判上判那些 即是你收了一筆錢 接著就慢慢分給別人的時候 那你判上判各樣的話 很容易出事的 那我給大家想想 給大家想想的是什麼呢 那那裏呢,你見到很多人 就是吹雞的時候 那裏你覺得是一班人 還是幾班人呢 那不用審了 肯定是幾班人來的 好了,當你是幾班人的時候 我就問大家了 那幾班人會不會實力一樣呢 好了,又說完這件事了 那我就問大家了 那些東西免得說得這麼白 那你付錢的話 會怎麼付呢 好了,那我就問大家了 那一走去呢 不是砍油 是無差別攻擊 那些人說恐怖襲擊 隨便吧 無差別攻擊 見人就打 有些人呢 還沒有戴口罩 那我問你了 為什麼那些人沒有戴口罩呢 當然是勇一點 想收多一點錢 這個是第一個可能 第二個可能 當然就是警黑合作 有警察包庇 對嗎 第三個可能 我今天想到的 不過稍後才分解一下 好了 那綜合以上幾點的時候 那我就看多了少少資料了 其實可以說 那些人 即是 那晚出去打人那班 沒有吸收到遊行的經驗 遊行的經驗是什麼呢 先付錢 然後 然後 你前期那條數 按金也沒有 按一下 以為自己收到 不可能 即是 下次聰明一點 對呀 記住 下次聰明一點 聰明一點 不用給人 那網傳有幾個版本 我先說完 我覺得 即是可能有其他東西 那網傳的時候 就是 就是說 啊 何律師 那 有個版本就說 何律師自己挖自己的三份 嫁禍給人 嫁禍給示威者 這是第一個版本 第二個版本 就是 有人見他不找數 挖他三份 第三個版本 示威者做的 這三個版本 我覺得 第三個版本 就比較低可能 比較低可能 為什麼呢 反而沒那麼快 反而沒那麼快 你那些人 不是 那麼少人可以做到的 走進去各樣 還要不讓人認得 而且 挖他人家的生份 這些陌生人 走進一條村 一定會被人見到的 那 我覺得那個版本 就是 有批有 就好 即是有些是 崩律師 崩律師 崩律師的意思是 你這樣用的 對不對 爬前頭 對不對 那肯定 坐地起隔 一定要這個 溫家廢 那樣 判上判上判 嘩 好黑暗 那 判上判上判的時候 上面那顆 不知道吃了多少 肯定 好了 那我第二個推論 我沒有說 誰畫他祖墳 我沒空研究 免得 沒什麼興趣研究 他的祖墳 生個這樣的東西 出來 擺得不好 他祖墳 做他的子女 真的慘 我不是說 風水學上的慘 我不是說 恥而為悟 好了 我第二個推論 就是 性我應該是比較 信約的字頭 對啦 我覺得 如果有人知道的話 可以跟我講 一聲 我不懂黑社會 那些東西 我不知道 哪個字頭的勢力 是比較大 我覺得性我比較差 你看一張照片 寫著性我字 好了 第三樣 我覺得 那天那批 分幾派人 而幾派人來說 我覺得性我被人滑了 而他是好看不過眼 其他人收到錢 他收不到的 好了 那那天呢 有些人見到 有些不對勁 就是有些白衣人 是難白衣人 就是難住 為什麼會這樣呢 應該就是 搞搞下的時候 他們都感覺到 有點不妥 有批友 感覺到有點不妥 對 好了 我就問大家 如果我叫了批友 去做事 我當ABC三隊人去做事 那我叫ABC三隊人去做事 原本我叫你去剪草 ABC三隊人 OK 三隊人剪草 那我講好這架 那那天呢 三隊人去剪草的時候 我當每個人 很簡單 ABC三隊人 那三隊人 三隊人 容易一點看 因為 Econ 我們經常都會把東西 減成兩隊去看 會方便一點 那我當三隊友 三隊友 就是ABC三隊人 那我每人給一千元 叫他們剪草 OK 講好了 三千元 每人一千元去剪草 好了 但是每人一千元去剪草 即是 上面批下來的那筆 不止三千 肯定很多 總之這個叫剪草行動 好了 那我拿了三千元 那就預備派給ABC三隊人了 那你記住啊 裏面很複雜啊 現在 你聽完那個故事就會明白 坦白說 就是律師仔沒有那麼多錢 都不是的 他不肯扭出來的 好了 那ABC三隊友 每人一千元去剪草 記住啊 三千元去剪草 那還有呢 我不想找數給A的 即是那一千元我不想給他 那一千元我不想給他 那那一千元我不想給他 那那一千元我不想給他 那怎麼做呢 那你去到的時候呢 你就看到了 那B子煎草無故的去放火 好了 然後我再交一張名單上去 我說放火的那個是A來的 那接著呢 那些警察就找A算帳了 好了 A和B哪個惡點呢 那當然B惡點啦 A就沒關係的 即是差很多啦 嘔嘔嘔嘔嘔 還不戴口罩去剪草 不過他們打算去剪草 好啦 而B就真的惡到怎樣呢 他惡到不只收一千元 他要收兩千元 整件事就是這樣啦 那明白就明白 不明白就不明白了 至於C存不存在呢 我就不知道了 即是可能是幾個角色共演B的 那B走去放火 如果你不賺錢會怎樣呢 那當然後果會很嚴重啦 就不止起山墳啦 對嗎 那整件事我就是這樣認為啦 即是我看到坊間都沒有什麼人說 在我結合了幾個資料之後呢 我自己覺得這個劇本就最像啦 好 今天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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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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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